本周五美股市场又将迎来今年的第三个私务日了 市场又要经历怎样的一番腥风血雨呢 那么私务日是指什么呢 它是指美股市场每年的3月6月9月12月的第三个星期五 金融衍生品的结算日期 从今年的历史数据上来看 前两个私务日均是呈现出标普败下跌的态势 那么明天的这个私务日市场会呈现怎样的行情 投资者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点呢 由于近期美股的剧烈波动 尤其是在以科技股为首震荡下行的情况下 另外呢 由于前几个月苹果特斯拉Zoom等科技股的火爆行情 导致散户纷纷的涌入 交通情绪十分的高涨 因此呢 呈现出两个特点 一个是未平仓的看跌期权数量 远远多于看涨期权的数量 这意味着 有投资者对于科技股的估值和美股未来的波动性 都感到十分的担忧 第二个呢 是近期散户投资者的期权交易十分的火热 也就是说 散户投资者不仅炒股 而且玩起了期权 众所周知 散户投资者在投资心理和投资技巧上都不太成熟 因此 如果在私务日当天出现了大规模的抛售的话 这些散户很有可能也会纷纷的跟风去抛售 因此很有可能造成美股再次的大跌 如果说明天美股市场出现了一个恐慌性的抛售的话 不要慌 告诉自己 明天是死无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